如果有些人想幫助女兒子 就一定要幫助女兒子 把他們送給學校 2014年起 馬來西亞慈激職工 在槟城打槍普小學 啟動新亞計畫 為平通購買書籍 發放午餐津貼與助學金 幫助我幫助我 因為可以幫助我 幫助我 幫助學生 幫助學生 教學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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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學生需要有人拉一把 但在2017年時 宗教差異一度成為最大困境 正式就發信給我們 他說 你們這個計畫必須停了 不能夠再去穆斯林的孩子的家 做家房 也不可以去做發房 不乏忐忑 心卻破釜沉舟 辭職職工 積極奔走說明計畫理念 終於打動教育局長 雙方攜手合作搭起宗教橋樑 也支撐了學生家庭脫貧的力量 如果我能夠獲得6A 我能夠積極奔走 大雨新聞 真善美職工 馬來西亞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